体检发现长了增生 节节 囊肿该怎么办 害怕做手术 手术后又有复发的可能性 不做手术吧 心里总是觉得呢不舒服 其实呢 虽然说包块性疾病有一定的恶变可能 但是大部分都是良性的 在中医呢 属于针甲 裸利 弹核等范畴 病机呢 多跟弹湿 淤血 气质有关系 今天呢 崔医生就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散结的中程药 让你横扫一身包块 第一个药叫小金丸 它的作用呢 是散结消肿 化瘀止痛 针对的是寒气凝结导致的各种包块 现在的临床应用啊 非常的广泛 多用来治疗 像是乳腺增生 乳腺炎 甲状腺节节 子宫肌瘤 淋巴结炎等一类的包块性疾病 第二个药呢 是红筋 消结 胶囊 能够软肩散结 疏干礼气 又能够活血化瘀 消肿止痛 相对来说 它的作用呢 比较有针对性 主治 气质血瘀引起的一些妇科上的问题 比如乳腺增生 乳腺节节 子宫肌瘤 卵巢囊种等等 再一个呢 是猫爪草胶囊 它的主要作用是解毒 消肿 化痰散结 主要成分就是中药 猫爪草 它的功效呢 也是比较有针对性的 多用来治疗各种结合 比如淋巴结结合 皮肤结合 液窝淋巴结结合等等 如果是身上长了热毒疙瘩 很长时间都没有消 也可以参考猫爪草胶囊 第四个是下枯草胶囊 功效呢 是清火 散结 消肿 其中主要成分呢 就是中药 下枯草 有清热散结 疏干解育 泄火 消肿的功效 能够用来治疗甲状腺肿大 乳腺增生 淋巴结合等等 还能治疗热病引起的头痛 眩晕等症状 最后一个药叫做内消裸利丸 有软肩散结 清热解毒 造湿去火的作用 用于消裸利 弹核 或者身上的红肿疼痛 多用来治疗慢性淋巴结炎 甲状腺结结 肺结结 乳腺增生 淋巴结合 乳房上的良性肿块等病症 需要注意的是 散结消肿作用比较强的药 往往容易伤症气 所以身体比较虚的人要谨慎使用 好了 以上就是崔升给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